一直在我频道里面分享了很多关于Canva的教程 在我推荐下很多人开始用了Canva 从自信影片开始我将做一个系列 定期会给大家带来Canva最新的功能更新 希望这个系列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使用Canva 去做出更好的设计 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照片编辑器 像我进入到Canva我们要选择这个专案 在这里会显示你的所有专案 这里我们选择影像 这里就展示给你所有你上传到Canva里面的图片 例如说我选择这张图片 像我们快速打开了Canva的照片编辑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选项就是效果 这里一个工具是背景书工具 这个工具是需要你甚至要CanvaPo才能够使用的 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如果想体验下这个功能 可以用平衡器链接去每次使用三四天的CanvaPo 然后底下就会有不同滤镜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一个清晰的滤镜 这里可以调节它的强度 也可以强试下别的滤镜 如果想取消所有的滤镜可以选择无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调整 你可以调节它的色温 越往右就是越暖 越往左就是越冷 也可以调节它的色调 在底下可以调节它的亮度、对比度、阴影 白色、黑色 这里可以调整颜色的明亮度和饱和度 也可以加入它的运营和剔透 第三个选项就是裁纤 你可以在这里选自由的拖动 就可以裁接成你想像的形状 或者说它这里有提供一些比例 你可以按这些比例进裁纤 也可以对它进旋转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还原到上一步 这里就回到了上一步 这里可以做出比较 当你按住之后就是原图像 放开之后就是现在图像 在这里可以让你选择在设计中使用 这里看法就带你进入到了它的设计编辑区 你可以进行更多的操作 你可以点击这符号 这里面可以新增标签 你可以新增不同的标签 像我们就新增一个标签 点击这里就可以储存 保留下你的效果 第二个功能就是影片调整 像是导入一部影片 我可以选择这里编辑影片 在这里会出现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效果 先看完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去除掉影片的背景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值得功能 我们说的就是调整的功能 这里面你可以像调整图片一样 调整影片的效果 比如说你可以调节一下 影片画面的色温 往右移就可以让影片变得更暖一些 往左移就会让影片变得更冷一些 然后你可以调节影片的色调 然后这里是可以调节它亮度 这里可以调节它对比度 这里是调节它亮部阴影 然后暗部的阴影 这里可以选择它的淡化效果 这里可以调节颜色的明亮 调节颜色的饱和度 然后加入镇片俯冲 我们还可以再加入阴影 所以现在的看法 不仅能够编辑照片的颜色了 也能够编辑影片的颜色了 增加了很多功能的灵活度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想全部的设置都回到零 可以选择这个重设 这所有的设置都变得很零了 第三个功能就是文字转图片 这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属于Beta的版本 各种功能都在测试 或者功能是所有的账户都能够使用的 即使免费的账户也是可以的 下面进入到了CAMMA的编辑区 你会选择这个显示更多 在这里选择Test to Image 这里面就可以让你描述一下 你想要看到的影像 你可以输入任何的文字 这些可以包括是物件 颜色 地点 周围的环境 还有人物等等 如果你需要一些灵感 可以参照这些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 这我们输入的文字 不能够是中文只能够是英文 我现在可以输入一些文字 像我是输入了文字 我描述的是一只狮子在玩电脑 我选择产生影像 这个程度可以看到 它给我展示出了这两张图片 第一张只是展示的狮子 肯定是不符合我的描述的 第二张展示的狮子也有电脑 但是它没有展示出 这个狮子在玩电脑 所以这个功能在我之前说的 它处于设置的阶段 还是不够完整的 我们可以选择重新开始 这里有换了一种描述 然后选择第一种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它展示出了我描述的情况 我的描述是一只在草上的鱼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非常新鲜的展示出了在草上的鱼 这里我们再加一个描述 就是说一只粉色的鱼在草上 然后选择绘画样式 选择产生影像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第一张图非常符合我的描述 一只粉色的鱼在草上 但是第二张图片 它的颜色相反了 我需要的是粉色的鱼 但是它的粉色是它的背景 虽然这个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会有很多不恰断的地方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尝试一下 知道这个功能 在未来我相信这个功能会有更好的完善 会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第四个新功能就是 现在Adobe Photoshop文件 还有Adobe Illustrator文件 都能够导入到Cama里面进行编辑了 我知道很多人以前都是使用PS AI 去制作平面设计的 所以你值赞了很多这些设计文件 现在可以轻松的导入到Cama里面 在Cama上面就能够编辑你的设计 不过这个功能是需要你 选择到Ca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还是一样 你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 去美美选用Cama Pro 像我的Cama首页选择上传 这边可以选择一个我们PS的档案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档案就在上传 现在上传好了这个档案 我们可以点开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元素都是能够编辑的 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这可以做出任意的调节的 我们可以再上传一下AI的文件 在这里选择上传 这就上传我AI的文件 再点开之后 也是可以发现 所有的元素都是能够编辑 都是能够选择的 第二个功能就是隐藏页面 在之前的版本里面 我们只能够隐藏Cama简报里面的页面 但现在你可以打开任何的文案类型 都可以隐藏里面的页面 这功能所有的用户都能够使用 像我打开了一个Cama影片的文档 这里面我可以看到 我中间有一个这样的logo画面 我可以尝试一下隐藏这个页面 我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在这里选择隐藏一个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播放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个logo的画面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我隐藏了 可以再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你可以取消隐藏 第二个功能就是大量建立 如果是平面设计师 要用Cama去帮助你的客户 做出同一个设计的不同版本 那么这个功能就非常的适合你 这个功能能够帮助你修改相同模板里面的不同信息 可以节约你非常多的时间 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CamaPole才能够使用的 像是加入一个名片的模板 我选择这个显示更多 然后选择这个大量建立 这里面就可以让你新增的资料 你可以选择手动输入资料 或者说上传CSV文件 这我选择手动输入资料 这里面就会建立一个表格 这上面就是分类 底下就是拒绝信息 上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新增文字 一个就是新增影像 我选这个新增文字 这个类别我选电话 这里输入他们的电话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输入更多信息 你可以加入更多人的名字 然后可以加入Email信息 再加入电话信息 在你加入所有人的信息之后 可以选择完成 这里告诉你 你可以将你输入资料进行元素的链接 这里面我已经输入了三类的资料 第一个就是姓名 第二个就是电子邮件 第三个就是电话 我们首先连接姓名 我选这个姓名 然后右击选择连接资料 这会选择姓名选项 这里面他就会默认 这里面就需要输入姓名的信息 第二个选择就是电子邮件 我找到电子邮件在这里 还是一样右击选择连接资料 这就选择电子邮件 第三个就是电话 电话在这里 右击连接资料选电话 现在设计好了 选继续 这边告诉你是否要套用的资料 我选择全部 选择产生三个页面 这边就可以看到 看法给我产生了三个模板 里面是不同信息的 例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信息 它的名字 它电话 它的email 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变成了不同的名字 不同电话 还有不同的email 这就是刚才新建的我个人的信息 这是我的名字 电话 还有我的email 所以这功能就能够很方便的帮助你 在相同模板情况下 调整不一样的信息 第七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camera里面快速嵌入影片 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去复制影片的链接 就能够快速嵌入到camera的文档里面 例如说这里我有部影片 我可以选择分享 然后选择复制链接 打开个新的camera文档 这是一个简报的文档 然后按住Ctrl V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复制了刚才的影片 这个影片我们是可以播放的 但它就可以播放这个影片 同样的 YouTube上面的影片 也是能够快速嵌入到camera的文档里面的 比如说我想嵌入这部影片 我会选这个三个点标志 这里选择分享 这里面我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 选择复制 然后回到camera 按住Ctrl V 这个时候就复制了刚才那部影片 非常的方便 大家最喜欢今天收到的哪一个功能呢 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mera的教程 可以去看这次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次影片对你的帮助 欢迎你个赞 并且有关注频道 了解更多camera的教程 如果想关注的动态 也可以关注IG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